男人启动开关 电力系统恢复正常 但机器发出的巨大声响 吸引感染者注意 两人在治理途中 被一大波感染者追击 而黄毛那边的战况也非常激烈 这是刺激他妈给刺激开门 刺激到家了 公寓里间连发生命案 都是小黑一手造成 现在又联合公寓里的人 叫毛头对准郑贤夫妇 想抢占他们的食物和水 泡几罐也因此受伤 小黑抢走泡几罐的配枪 并带走女孩 好用他来牵制二人 新春让女孩放心 等处理好泡几罐的事 就会去接他 新春看了泡几罐的伤口 是被刀划伤的 但并没有被咬 由于医疗条件有限 新春只做了简单的包扎 他必须让泡几罐和女孩 一同出去 接受更全面的治疗 于是正先联系韩中笑 向他说明泡几罐的情况 看到韩中笑有意思有欲 正先坦白告诉对方 他已经被感染 而且知道新春体内有抗体 如果想让新春安全出去 就必须答应他的条件 事情发生后 小黑让各住户去健身房集合 一会儿有事要宣布 他将女孩交给律师照顾 又重新返回正先家 正先看了眼前这个人 突然想起 他是警方通缉的药犯 真实姓名是叫崔宗旭 而不是身份证上的严局针 真正的严局针 早就被他残忍杀害 所以他才会一直蒙面 将身份证上的照片画画 好隐藏自己 而清协工大婶 也是被他以同样的方式杀害 这么看来 小黑并非感染狂人病 而是单纯享受杀人的快乐 公寓里的两位受害者 都是他的杰作 而他还有一位帮手 就是601大叔 大叔曾目睹过小黑的作案过程 小黑发现后不想解决他 但大叔为了保命 只能不说出去 并想给小黑指招 让他把尸体藏到11楼的空房 然后在脖子上弄出药伤 伪造成是被感染者杀害 这件事之后 大叔却找了刚失去丈夫的管理员 让他和自己联手 除掉那些碍眼的家伙 这才有了后来的那些事 除了他们俩人之外 没有人知道小黑的真面目 而其他住户聚集在郑贤家 纯粹是奔着口粮去的 对这件事一概不知 就连最为谨慎的卷毛 也惨死在小黑手里 小黑向郑贤夫妇说明一切后 吃香逼把他们来到健身房 并带来可以联系外界的通讯工具 管理员拿到后进行呼叫 但没有人理会 因为郑贤已经和韩中校通过话 向他说明了里面的情况 等到公寓一解封 那些该受罚的人一个也逃不了 管理员听后告诉在场居民 让他们不要起人忧天 受罚的事还在后头 目前最重要的是解决生存问题 提起这件事 管理员才想到 郑贤夫妇曾承诺要去供电室 打开应急电源 现在是时候兑现诺言 401小妹看不惯他们的行为 于是站出来替新春说话 但是却遭到小黑的恐吓 为了不牵连无辜之人 并顺利带走女孩 新春答应去供电室 论流妻子受新春所托 来家里照顾女孩 当她得知丈夫好多小黑 干了一些缺的事之后 就对她彻底失望 以前的律师 会毫无条件的帮助别人 现在却变得如此势利 律师也是没办法 在危险面前 她总要先为自己考虑 妻子不想和律师多说 带着女孩去了楼上 在小黑的威胁下 郑贤夫妇打算去供电室一趟 好让公寓恢复正常 否则管理员为了生存 还会用些手段去祸害别人 两人正准备离开时 黄毛提出和他们一同前去 但她并不是出于好心 也不是为了拍摄猛料 而是想寻找出去的办法 确定外面安全后 他们分道扬镳 郑贤和新春前往供电室 黄毛则去找自己的车 打算冲出公寓 两人来到供电室之后 找到了紧急发电机 郑贤启动电源后 公寓里的电力系统恢复正常 但机器发出的巨大声响 会吸引感染者注意 两人必须尽快撤离 但是在返回途中 一大波感染者向他们袭来 两人健壮紧忙逃跑 感染者紧追不舍 郑贤又清洁工大使的工作证 打开了隔壁单元的门 但得算从这里上天台 然后再去他们那栋楼 因为两栋楼的逃生梯 可以前往同一个天台 说话间 有两个感染者来到这里 不停用途撞门 细心的郑贤发现 他们一直盯着新春 根本不理会自己 难道他的血液已经被感染 而此时 黄毛还在捣顾自己的爱车 无论他怎么搭货 车子就是不发动 自己还没能脱身 就被一大波感染者围堵 找这样下去 黄毛的一亩三分地迟早会被贡献 公寓恢复正常后 小黑就躲在门口 等郑贤夫妇一进来 他就立刻灭口 可他没想到的是 两人早已乘坐电梯 前往另一个入口 期间 郑贤向新春谈摆 他身上有抗体 所以韩中笑才会拿女孩当借口 来接新春出去 但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也许才能保证新春的安全 话说一般 电梯门忽然打开 一群感染者朝他们扑来 郑贤以肉相搏 将感染者挡在门外 因为他知道 感染者不会攻击自己 新春打算拉郑贤进来时 无意中看到他身上的伤痕 而且感染者只盯着自己 新春这才明白 郑贤已经被感染 但他并没有抛弃郑贤 反而将他拉进电梯 郑贤这才向新春坦白一切 新春并没有责怪郑贤 而是将他拥入怀里 无论如何 新春都会想办法救他 女军官接测到公寓 恢复用电后 急忙向韩中笑回报 韩中笑命令他 车走停车场挡板 一旦新春出来 立刻将他带回基地 目前郑贤是感染状态 如果他威胁到新春安全 就立刻开枪 保住新春才是重中之重 郑贤夫妇来到天台后 将钥匙交给收银员 拜托他打开手铐 与此同时 管理员和大叔趁两人不在 将新春家里的物资 全部带走 除此之外 大叔还另有打算 他来到郑贤房间 寻找剩余的剃药丸 公寓里既有感染者 又有杀人犯 保住性命才是优权 拿到钥匙后 大叔返回家中 发现朴市长正背着他 破解小金库的密码 大叔劝他死心 不要再做无用之事 欢迎刚落 朴市长就拿球杆打运大叔 那边 602妻子趁律师外出时 拆掉了锁里的电池 让他无法进门 因为妻子始终不能原谅 丈夫的所作所为 而且他明知自己做错 却不将悔改 这样妻子难以接受 新春到了六楼后 和郑贤分头行动 他去602接女孩离开 郑贤则负刨警官 新春看到律师背锁门外 还在狡辩自己犯的错 一个没忍住 给了律师一点教训 妻子听到声音后 这在开门 郑贤来找胖女官时 恰好破见管理员 拿东西离开 管理员出于害怕 立刻拿起棒球棍放身 郑贤看不下去 将管理员关进房间 好好反思自己的错误 郑贤带着胖女官离开 来到六楼和新春会合 新春进电梯前 邀请602妻子和他们一起离开 像律师这样的渣男不要也罢 妻子犹豫平刻 还是加入了新春 他决定要和眼前这个男人说再见 小黑等了许久 也不见郑贤夫妇身影 而且电梯在不断上升 他意识到不对 打算跟上去查看情况 没想到被清洁公大叔偷袭 两人打斗时 大叔不慎受伤 众人刚来到天台 就被小黑追来 情急之下 郑贤扔出震爆弹 众人见状急忙离开 但郑贤还是被小黑射中手臂 其实从一开始 郑贤就不打算离开 因为他和新春在一起 只会给他带来伤害 郑贤返回天台 为新春他们争取事件 要是新春一人 他肯定和小黑死磕到底 但现在拖家带口 不能因为他一个人 给其他人带来危险 所以新春决定先行离开 把一些人送往安全地之后 他再返回公寓 在郑贤的刺激下 小黑正准备朝他开墙 但郑贤根本不指示他 他也提不起兴趣 因为他觉得杀人时 看着受害者恐惧的眼神 才更加有趣 说话间 郑贤突然转身 毫不犹豫地扑向小黑 死咬他的脖子 进行享受血液的滋味 妻子离开后 律师来找朴市长诉口 朴市长不想听他废话 直接把他拉进房间 一同破解大叔的惊苦密码 这时大叔突然清醒 急忙扶下从郑贤家 拿到的剃药丸 还没等他缓过身 朴市长再次将他打晕 女人狠起来 可不是一般人能惹得起他 另一面 被困在房间里的管理员 利用工具 破坏了卫生间的门 打开门锁后 他直奔楼上 打算去找小黑 新春一群人下落后 发现不远处有感染者停留 他们翻翻脚步 轻声走出公寓 随后驱车离开 而韩中笑也早已恭候他多时 新春一群人刚出小区 就被韩中笑的人拦住 韩中笑二话没说 直接给新春注射麻醉剂 阻止他回去救郑贤 因为韩中笑答应过郑贤 要保证新春安全 返回基地途中 新春迷迷糊糊看到外面人来人往 根本不像封城时的场景 原来韩中笑早就消除戒严令 只是对公寓内部保密 韩中笑让新春安心待在这里 配合治疗药的研发 一旦成功 郑贤就能获救 因为除了郑贤以外 还有很多感染者需要救治 韩中笑的妻子就是其中之一 他注射新春的血清后 病情已经稳定 但是需要再次注射 他才能被治愈 新春爽快答应 但他只有一个条件 送他去见郑贤 并恢复公寓用电 回到房间后 新春打开自己的手机 里面有郑贤早已录好的视频 视频里 他告诉新春 当初新春一提结婚 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但他并不是因为房子 而是因为在乎新春 看着郑贤向自己表白 新春既感动又难过 当年的那个男孩 已经长大成人 可以代替父母 成为新春的避风港 幸福第十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染者虽然可怕 但都敌不过人心 因为他们的攻击不受意识控制 而且就算遇到同类 也不会自相残杀 而那些拥有感情的人 却为了自己的利益 牺牲和残害同类 和感染者相比 他们才更加可怕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竞赛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